不管生活中多注意饮食,体内总会藏毒素,毒素可以通过排尿,排便,排汗等途径,将毒素排出体外,但是,毒素如果排出不畅,就会长期堆积体内,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。 发现身体发生的排毒信号,早点预防,一,面色发暗,我们每天都要呼吸,可能把病毒,细菌,本成等有害物质,吸入肺部,肺部的清洁,可以从肌肤是否排兮,光泽看出来,当肺部毒素较多,就会表现在皮肤上,生活中,可以主动咳嗽,来帮助肺部排毒,简单便捷,二,搓疮,它是脉口毒素后的结果。 由于毛囊油脂排泄不畅,导致毒素越积越多,通常毛囊堵寸与饮食过于油腻,鲜辣有直接关系,此时,只要不抽烟,不喝酒,饮食清淡,不喝农肠咖啡,不吃辛辣食物,多吃蔬菜水果,保持大便通畅,啄疮就会慢慢缓解。 三,黄鹤斑,中医认为,肾虚,皮虚,甘育都可以导致毒素鱼肌,出现黄鹤斑,生活中,要增加水果摄入量,还要增加低脂肪,高蛋白食物,出门做好防晒。 四,口臭,泰似口腔问题,其实可能是胃经热引起的症状,但这些没有被消化完全的食物质留在胃中,就会发酵产生毒素。 此外,脑泪过度,失火盎盛,口腔溃疡,取齿等,也会出现口臭,记住养肠饭后漱口,早晚刷牙的习惯。 五,便秘,排便就是排毒,排便不规律,便秘导致毒素长时间滞留肠道,毒素被反复吸收后,可以引起肠胃功能紊乱。 此时,增加膳食纤维摄入,多重运动,比吃鲜肉固者食肠好得多,也管用得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